為什麼會這樣問 因為現在 若清隊跟我們說怎麼樣 跟我們說 以前在正經會的時候要怎麼說 他說 你如果選我 要做什麼 要做保護台灣 他是怎麼說 他說 他們現在有拿名不分區嘛 對不對 他們那第二名 沈柏洋 你敢知道 黑熊學院 你敢有聽過 他是怎麼說 他說 現在只要3%中國界選 對方現在會影響我們的選舉你知道嗎 你們要小心喔 現在不可以去對方這筆喔 不可以喔 之前會去給我問喔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呢 他的說法是說 現在如果50萬票就會變了 所以這對方如果是影響到我們的選情 那非常非常的危險 欸 沈柏洋是怎麼說的 他說 現在你如果要選 嗯 你兩個 你兩個也是選台灣的總統啊 你這樣基本上你就是台獨 欸 這樣這個邏輯感到 我們要請教我們後面這些民主前輩 他這樣邏輯感到 好 旁邊 侯友宜 旁邊 柯文哲跟他說 欸 你是選哪一個我不知道 我們是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啦 啊 現在熱情就跟我們說說 你這樣是台獨 沒有你就是當特首 沒有你就是怎樣 他們就說你不要給我賣紅 你不要給我賣黑 兩花之間 其實你敢知道嗎 旁邊 我們貿易的紅利 EKFA帶給我們的兩岸貿易紅利 還有一千六百億美元 那如果是真的 現在大家參不高水無浪 不要做朋友 也不要做生理 這樣真的對我們有利嗎 因為今天EKFA對化工我們真的 貿易壁壘有問題了 要開始出手了 他們現在是對化工業來出手 但是萬不利 如果是對農產品 如果是對我們的養殖漁業 對 我們台南家影響又很大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現在林伯鋒 我們這個工商會 也說 其實不是只有你而已 還有什麼 還有年輕人 可能他現在沒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對方現在要跟我們洗腦 還是要跟我們威脅 但是如果是真的因為經濟 不要 老闆沒辦法 又開始做生理了 老闆現在要裁員 他去應用到 他去失業 他又知道這個EKFA對我們的經濟 有多重要 之前我們的台南市長 黃偉哲 他也說過 這個EKFA很重要喔 對我們台南來說 有可能的影響到差不多六百億 這樣的經驗 我們就要請教一下聖豐老師了 你也台南人 你也知道 我們台南其實有很多什麼 農產品 有很多遺憾 這裡 如果是因為EKFA受到影響 這樣是不是很大很大 對我們的生活 會有問題 現在他在跟我們說 說不對 現在在選議期間 所有的事情 國家最重要 所以我們不可以讓選擇去 他們會影響到我們的選舉 結果 因為在電視發言 時間低低 我縮縮說幾句 讓我們大家想看看 整個政見法廟會裡面 對 浩雄議員說 中華民國憲法 是台灣的佛國新山 結果 熱情的回應 是中華民國憲法 是富國新山 這是他也聽過的規劃 鄉親 這兩個黨給你選得 這個是中華民國 是富國新山 這個是中華民國 是規劃 我們來選 中華民國 是富國新山的 對不對 如果要規劃 讓他去找鬼講 對不對 如果要聽人話 我們就投入 富國新山 是中華民國 那是第一例 我簡單 第二 剛才主持人說 那是什麼 沈佩洋在那黑城市園 那叫臭大市園 臭大喔 如果要投入財金 那帶路 破產了 我沒辦法 你想看看 一句話 說什麼 阿公啊 如果英雄台灣 百分之三 就有五十萬票 會移動 那百分之三是怎麼算的 是怎麼算的 我搞定我太無 那就是 黑白說 說了是關了 那是一個 八十六八塊的人 民進黨 將這個 八十八塊的 放剛才第一名 就是要跟你們說 我 民進黨 就是專門 八十八塊的 他們八十 是他們的管理 我們來救下來 是我們的管理 對不對 對 要八十 讓他們繼續去八十 我們不會反對 但是不要妨害到我們就好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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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n 對 就是大陸買進來的東西 我這個鄉 通租資 利外跟開放 為什麼人可以檢查 他是我跟你當作 我們兩岸一家人 兩岸一家親 所以我們一黨 我們一黨在大陸 所談的是四三條 跟四條的代表 三條跟四條 那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鄉親 我們在美國 包括一坦千萬的錢而已 我們就今天叫我們吃什麼毒蛛 什麼四股頭都要給我們吞下去 有嗎 所以這個情形是在控制是怎樣 控制的 控制的是我們 我們不斷沒有各種 那繼續在騙大家 鄉親這個政權如果沒有改變 台灣跟那個經濟 讓民眾這樣拖就拖不去 年輕人都沒有出爐 為了我們的出爐 為了我們的經濟發展 他拖到好嗎 拖到好嗎 謝謝 好 其實說到X發展 如果在做生理的就知道 這其實影響是不太大 所以今天你們呢 從這個新聞出來 開始對方看到他要出爐了 因為對我們十二行的 這個鋼蕭 需要的這個原料 來出爐的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說了 說這樣對我們真的感無影響 來請教我們國興兄 原因是這樣啦 因為趙紹康又開始說了 說喔 雖然還有很多 真的會讓大家 會開始有不一樣的想像空間 不過他也有說啊 他說其實 我們不是不可以說話 我們有一個管道可以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大家都回到這個軌道上 我們開始來學鄉 你怎麼看 其實影響是全台灣都影響 不過說一句說話 影響最大的是對你們知道嗎 兩個管市 一個叫做南道管 一個就是我們嘉義管 怎麼說你們一定會想說 為什麼來南道到嘉義 因為兩方 如果停止翁來 別說停止啦 這幾年的時間 我們阿里山 遊客都減少 宜華湯 遊客都減少 我要請教在座國園 國際觀光客也好 台陸觀光客也好 來台灣 我們想要去的前兩名 你們兩個看有第三個地方嗎 沒有嘛 就是阿里山 還有日月潭 對不對 所以你們如果有機會 來跟我們阿里山的公路相比 去問這裡做生理 看這幾年影響多大 我們八世的人民愛很簡單 三個而已 第一 國家安全 你們有希望嗎 我們不要把孩子送去戰場 我們不要像烏克蘭這樣 社會安定 你們有希望嗎 第三 最簡單 人民安心啦 要怎麼安心 安心就是說 不用擔心明天沒工作 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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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打拚 比較多當的而已 這麼簡單 為什麼就要無價 你看選舉又夠了 因為這樣 我們那邊的選團車在公共都說 這邊是中國牌對抗台灣牌的對抗 我算算了 他不台灣牌 我中國牌 我們要擔心 穩定成長 好想幫忙 經濟作業發展 人民安心 社會可以安定 有不對嗎 這樣就要學運 插麵人家幾天一天 你們中國怎麼啦 你們中國怎麼啦 有資料 媽祖館公都不要去拜 所以選舉如果夠 就要激發這種對立 就用愛台灣 不愛台灣 就要支持這檔 叫做愛台灣 這個ECFA對台灣未來的影響 當你們覺得影響的時候 已經選舉選順了 就要賣戶了 所以這邊 就要用我們的選票 來改變台灣未來的狀況 這樣有好理嗎 好不好 我簡單說一下 我們家儀喔 現在你們說鐵路地下化 我們家儀是要爭取鐵路高價化 像一個民雄 進出鐵路高價化已經十一年了 十一年都沒有處理 現在沒有要處理了 113年要完成都市計畫變更 114年要完成區段徵收 要來徵收 今年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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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112洞土典禮啊 他又在騙 選舉就騙 選後就騙 做一支店 做不到就把我們騙 113年還要去都市計畫 114年還要開始徵收 112年說要擔工 明天小英總統還要去民雄擔工啊 我看選情已經緊張了 說擔工 說擔工 說要做 要做 交通報名是 一百十四年 比較完成土地徵收 這樣有很多鐵渣 擔工 擔工 你家還不去 先辦一個入住 錢收 錢收到地 會去不去 錢收起來了 這樣有道理嗎 所以選舉都用騙了啦 拜託大家 眼睛買到金 五湯選舉到 就用騙了 好不好 選後就用騙了 如果做不好 又跟我們太便了 這就不是一個政府應該有的態度 謝謝 謝謝國慶哥 選舉 因為這檔 我們才有辦法 用我們的選票來跟他說 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愛的是什麼 欸 如果不對 熱情在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在選總統的時候 欸 在對方來說 我們還好台獨 但是 不對啊 我想要請教一下 國泰老師 我們的民主大前輩 為什麼 我們現在算的是 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怎麼說 我們這樣還好台獨 他現在這樣說一說 好像說 欸 好不容易民主爭取的這一些 我們能夠只選總統 在他看來 價格好像不太一樣 各位鄉親 現在網路上 在流傳一個打油詩 你知道怎麼講嗎 說軍無國 做總統的人喔 不承認這個是中華民國啦 君主沒有國家的觀念 你知道嗎 官無骨 做官的啊 沒有骨氣 知道嗎 就像陳吉仲一樣 為了當官 什麼事都可以去接受 官無骨 軍無魂 做兵的啊 沒有軍魂 不知道這個為誰戰爭 民無奈 人民非常的無奈 看到這些貪官污吏啊 背信不知道怎麼樣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喔 台南人應該要怎樣 叫民思變好不好 好 人民要思變 把這個政黨把它換掉好嗎 好 只要台南贏 我跟你保證 全台灣都贏 對 台南人要有志氣好不好 好 你不要選出來一個總統 是你們以前的市長 為了房子就哭哭啼啼啊 要怎麼當總統你跟我講 所以人家講到說 談他的那個房子 我連講都不想講 這叫做什麼 叫做軍無格啦 一點假就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鄉親啊 你知道林伯鋒啊 他是工商政研會的會長 做生理也是很有錢喔 他說啊生意 如果X法被停掉 生意會少掉四成 我夢裡啊生意少掉四成以後 台灣的工廠倒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我們年輕人要怎麼就業 你告訴我怎麼就業 如果年輕人沒有工作 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什麼 各位鄉親啊 本來台灣的詐騙集團已經很多 禮義廉恥在民進黨裡面 根本不當一回事 沒有的啦 叫做寡連仙恥 包括那個游錫坤立法院院長 他說廉恥啊 禮義廉恥是君主時代的產物 各位相信啊 如果一個人沒有禮義廉恥 連禮義廉恥都不懂 就會變成怎樣 像現在的民進黨這樣子對不對 宜蘭的立法委員陳歐柏 他的房子是詐騙集團提供 他的車子是詐騙集團提供 這樣這個人不用開除黨籍 民進黨還有什麼前途 我是創黨黨員 看到這樣會掉眼淚 真的 賴清德位房子哭 我是看到民進黨不長進會掉眼淚 各位相信 好 因為時間又到了 對不起 真的是 民進黨之前呢 在徐老師他們帶領之下 是青年情政愛鄉土 現在存在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說到啦 其實做政諜的大家都是有理想 大家都想要給大家好的生活 現在說到ECFA 我們要請教一下我們鄭裕姐了 因為台南市長黃偉哲 2020年7月1號的報導 他怎麼說呢 他說ECFA如果走到終點 沒有續約 每年我們需要面對600億的關稅 這對我們台南很多 農民氣民來說 傷害很大 我感覺民進黨之前 他們在處理的是什麼 維護政權 維護政權持續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公法 如果選舉就不一樣了 我們在地上 我們的發言 ECFA 我們台南發展的是什麼 農漁業 不過大家有看到嗎 我們的漁業 北門 沿海這些將軍 還有 安南區一些地方 開始什麼 重點 政電 政電比 勇士更重要 還有什麼 廢爐 埋在農地裡 這些事情 其實對台南的農漁業 都很傷害 他們說 要協助我們的農漁民發展 兩岸關係不好 鳳梨不會去 爽爽不會去 結果他們就是去日本 不會去爽爽 跟我們說 不去中國大陸 沒關係 我們來日本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南的農漁業發展 是我們的基礎 是我們的根 但是民進黨之前 為了他們的光電產業 對台南的農漁用地 其實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其實在最近幾個月 我接到安南區市民的陳情 他說他們的農漁 在農業養殖區裡面 不過旁邊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旁邊是土製廠 廢土廠 所以滿天封殺 吹來吹去 讓他們的勇士出現問題 他說他們去跟市政府 認證 市政府說 那是他們以前的 沒辦法跟他們組織 那些漁民 八十幾歲 也是在做 也是在堅持 我覺得很痛心的時候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不能保護農漁民 兩岸關係不好 我們的農漁 農漁產品出不去 但是他們真正關心嗎 他們沒有關心 爐渣 爐渣滿地的農地 埋在雪甲 誰的手上 我們的政市長 因為民進黨說 怎麼你知道 他們說他們在台南 要刺什麼 我跟你說 如果台南還給他刺什麼 他敢不刑 這種民進黨 大家沒辦法領受 還給他割票 南台灣都是他的票 這樣他才會刑 他不可能刑 他不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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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繼續這場 對我們的鄉親 敢是說不 有說不 所以我真的希望說 南台灣 對幾個打算 南台灣 如果沒有受到 如果受到 真的 很難看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台南的鄉親 由於是台南 他們把台南做為 他們的本命區 對不對 我希望說 大家有賴清德執政的經驗之後 把他的本命區變成什麼區 要命區 這樣又有可能 沒關係 我們先來進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直接請台南的鄉親 告訴你